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今天在台灣台中市太平區 寶光從政道場 舉行成立25週年慶的音樂會 有來自一貫道總會所屬各主線 道慶代表1200名 瞿俊一堂 共同感恩一貫道總會成立合法公開傳道的重要日子 總會的成立 他後面所呈現的意義 正是老前人輩們前鋪後起 犧牲奉獻 未到打聽 永不退縮的精神 總統馬英九先生 也致電慶賀一貫道總會25週年的慶祝大會 中華民國 副總統吳敦毅先生 更是親臨從政保公 親自向一貫道總會 表達祝賀之意 吳副總統並代表馬總統及全體國民 向上天上相助導 祈求國泰民安 一貫道道悟紅斬 那麼他今天一貫道重要的日子裡 寶光從政 翁領導點傳師的千金 特別挑選這一個特別的日子 舉行白羊扶正 完成終身大事 受到了吳副總統 以及道中賢達的祝福 更受到諸天先佛的賦佑 相信這對道中的家偶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一定能夠 盛煩如意 浮費雙修 成為道場中的棟梁 吳副總統 在這喜氣洋洋 也充滿溫心感恩的音樂會上 也慈悲適免全體道親 能夠再接再厲 為發揚中華倫理孝道 以及和諧社會 而繼續努力奮鬥 那麼稍早 一貫到總會 也由李市長 李玉助前人 召開了第七屆 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中 除了報告總會的年度工作計劃 以及收支預算之外 並且也報告了總會 將以中華民間宗教文化研究會的名義 與大陸學術機構合作研究 透過學術的交流研究 期盼讓大陸多能了解 一貫到傳承以發揚中華固有文化的努力 與 具體的成果 而能順利推動 老水還巢的使命 另外 總會今年度 也將與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合作 共同開設 道場口述歷史編載人員培訓 緣習班 讓白羊大道 從大陸傳入保島台灣 這65年的歷史當中 無以數據的道場感人事蹟 與全人輩們 修辦精神的典喚 能有合乎學術規格的口述歷史編載 而讓道場的發展史實 能夠永遠流傳給 全世界的後學們 作為學習的榜樣 總會的用心積極規劃 整個道路的推廣 其精神與創意 實在令人敬佩 天命啊 不在於 有沒有註冊不註冊 天命是在我們道德實踐 去讓天命表達出 他的超越性 他的殊勝 他的高貴性 所以不因為我們一貫到總會成立之後 我們就 道路就沒有了 反而道路更加窮窄 所以我們用一個比較好的數據 來做一個 簡單的對比 斯敦在的時代 那個時候兵荒馬亂 不可能 得到合法的立場 雖然後來有註冊中華崇山坤 是實在組織 在斯敦在的時代 大概 主要的道路都在中國大陸 那 就近台灣啊 日本啊 韓國啊 港澳這一帶大概有 五個國家地區 斯敦1947年 民國36年 承道回天 十母接續道盤 到民國64年 在台灣 還是受禁制的 一貫道 算是被禁制的 不能 公開傳道 那這樣的道路 還持續 成長到 16個國家 十母也在民國64年 承道回天了 到現在已經 38年 歲月了 我們一貫道 不但道路沒有停頓 沒有修辭 而且進一步的 開拓到 八十幾個國家 那在各國都得到 各國政府的 肯定 跟歡迎 所以從這個角度呢 我們就可以來講說 成立總會 各組之線啊 大家呢 善以仁同以仁為善 大功為懷 從會晤 這個角度上 就可以誇業主線 這樣的胸襟 從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 具體的成效 這也成如 這次提供總會 25週年慶音樂會場地的 保光從政道場 他是位於台灣台中市太平區 新建成的道路中心 龜原講堂 是以保光從政道場 陳文祥老前人 在65年前 宜蘭所開設全台灣 第一座公共佛堂 龜原佛堂 所命名的 整座道路中心 平時雅致 實用又堪用 是推動白羊聖命的最佳地點 法光從政 目前會命傳承至 皇前人 皇前人大德 以身作則 踏實老實的修辦風格 深受道親的敬重與愛在 並秉持 陳老前人 樞紐視訊的精神 推動道務 人才背出 道務蒸蒸日上 尤其治理兩岸經典文化的交流與落實 對老水環巢的使命 做出的重大貢獻 以上是安東米勒山新聞網 在 從鎮保宮 龜原蔣堂的報導 正好 谢谢大家